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怡婷 我是童哥 欸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 不能夠隨便進來的地方 因為一進來你就出不去了 而且你內心也不想出去 想累在這裡 沒錯 我現在很流行溝通的一件事 叫M-TOWN嘛 對 沒錯 M-TOWN呢 就是另外一個字就是 M是最powerful的letter 也是my town OK 童哥的 還有中文字的買東西的my my town 我已經買單了 M2C出去了 對 M2C已經有了 今天M2C M8都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口味已經調到這樣 今天重點在旁邊 沒錯 看一下 滿滿的媒體 而且這兩個是全新的車色 讓我們來歡迎M3C跟M4C 要念英文還是M3C M3Competition M4Competition 沒錯 沒錯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一開始就先把引擎蓋打開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熱血 沒錯 熱血的510匹馬力 因為是Competition 如果是標準版是480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現在你看攝影機的角度 都這麼低 大家都蹲下來對不對 為什麼呢 近代最有名的水箱護照 BMW的雙腎長大了 已經變成雙肺了 雙肺 兩邊肺 對 而且沒有框 沒錯 就感覺是那種過去的 上個世代的BMW的概念 其實是非常懷舊的 BMW設計 大家現在在這邊看起來 它非常大 但是其實 真正看到它 其實還是蠻和哀可親的 我覺得 並沒有想像的 我的臉做比例齒好了 這是很大 這是很大 它其實是真的大 對 可是我之前看國外的照片 我第一時間有問童哥說 唉唷 怎麼會洗這種 有點不適應 結果看到本尊 還可以 它比電視機好看 也比冰箱好看 就比照片好看很多耶 它實際上是雙線條的 其實分隔下來 如果再加上大牌 我覺得應該OK啦 這裡可以放大牌 對 這邊是未來放大牌的 國外影片在路上動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完全是不影響的 然後你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動態會這麼好看 看到實車知道了 它這裡的線條 是一個一個做上來的 沒錯沒錯 而且這延伸到引擎蓋 我們現在就把引擎蓋放下來 放下來 其實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折線 對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做一個裝飾 雖然不是真正的排氣口 但是這個造型整個加起來 其實看得出來 這是未來 很多很多變態 也包括它電動車的造型 以後應該就長這樣 對 你看國外的影片 我們也期待第三季 第四季 iX進來的樣貌 沒錯 但是M4在我們面前 M4 Competition 它是自排的 我們光從它的長相 就可以看到 本尊 為什麼會讓你覺得 不像照片那樣子 不適應 因為它的線條 嚴格說起來很多條 一二三四 還有這兩邊 五六 就是這種淡淡抽上去的 那是很有質感的感覺 從正面看有沒有 很適合統哥再來買一台 我很想 但是你也看到它的車頭燈嗎 它的眼睛其實也是非常明亮 而且看到沒有 它是有藍色的 在這裡 那表示什麼 它就是BMW的雷射頭燈 BMW雷射頭燈 以前我們都在豪華 BMW豪華車款裡面看到 現在我們是在M4 Competition 上面也看到 應該是選配啦 選配 但是我覺得多了就多靈魂啊 是啊 所以這個造型上 其實看起來整部車 其實是蠻兇悍的 雖然說大家覺得不習慣 但是我覺得 在路上遇到 你絕對不會錯認它 以前我們會講BMW 會講說它的外型 跟它的內裝 好像搭不太上 可是現在外型跟內裝 完全全面的變成很match的一件事情 沒錯 光看它的外觀的顏色 你就知道它非常的亮眼 新顏色 新顏色 但是看內裝 你就發覺 哇應該要配這樣子的 還是剛剛好 應該這樣 但內裝之前有一個很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樹枝向外散 而且還深有淺 還有這樣凹凸有製的 這個是離譜了 這個Competition的輪圈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 造型非常好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輪圈其實 我在猜都是台灣做的 台灣其實中部有很多 很厲害的輪圈的大廠 沒錯 而且他有跟我 我有遇到他總經理 他就說過 B&W的設計師對輪圈的造型 非常要求 它特別 你看它 所以它為什麼有這麼多層次 普通人可能 就是一個平面就好了 但是它 它要往裡面凹進去 它不是一次凹進去 它是一個 兩個 三個這樣 三四個層次 裡面像是一個房子 兩個房子 有點像房子的形狀 對 然後外圍整個這樣散出來 有點像蓮花的感覺 再往外發射有點樹枝樹幹的感覺 就是這樣盤都挫結出來 然後很漂亮 所以這樣的造型 我行流池畢生學都用完了 沒錯沒錯 而且前面是19吋 後面是2吋 Oh my god 而且我跟你講喔 它的前輪就是275359 你知道這個尺寸現在是什麼車用嗎 我也有 M2C 沒有 我的Supra的後輪 Supra的後輪用到 用到前輪 你就知道它的這個 雖然它的車子尺寸變淡 對 變大 但是它的操控 它直接把後輪當前輪 你就知道 光這樣子看 你就知道它的這個 底子有多深厚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輪胎的差異性 你說275又275怎麼樣 但是如果是M440i 前輪225 所以它比它還要 大了5公分 大了這麼多 對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買一台M440i 要跟M4跑 要比它扒扒扒扒扒扒扒 扒扒扒扒扒扒 扒扒扒扒扒扒 沒錯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它 這車好兇喔 好厲害的地方 然後呢 當然 440i是四輪傳動 X-Drive 但是對不起 它以未來也是有 未來可能有 你都講到很篤定 好像彷彿你確定了 因為國外有XDrive嗎 在台灣現在呢 沒有 國外也還沒有XDrive 他們可能要7月以後才開始生產 因為我們看國外的影片 有提到XDrive這件事 那是7月過後會有的 也就是我們未來可以期待XDrive 後面的背景已經 跟以前我們說看到一個M的Logo 那個已經不夠貴了 M4 還有兩條啾啾 是 這是他們的鯊魚旗的設計 那當然我覺得有點過分 這些都是假的 對 它可能意味著是 它其實不需要這個 它也可以很厲害 它散熱也夠了 但是還是做一個這個好看一點 但如果還有一些功用會更好一些 對 沒錯 沒錯 畢竟這部車是所謂的運動版本 為什麼做這麼多裝飾品 但這又是另外一個造型了 對 它這也是鏤空的 對 這鏤空的也是M專屬的 M專屬才有這樣子鏤空 當然今天很多 大家都是鏤空的 是鏤空的 對 但是如果看到440i什麼 就沒有 對 CSL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特色可以看 就是它要有carbon 有車皮 對 對 對 一些carbon的元素 在這裡就有啊 肉眼就看到了 你還要往它靠近 都是不自量力 沒錯 沒錯 好 這真的很漂亮 很粗對不對 雙門跑車 重點在車內囉 沒錯 沒錯 你應該到駕駛座啦 好 請進 無窗光 是有沒有不一樣 它裡面的配色是這個樣子耶 超漂亮的 層次做到這種極限耶 我們坐進去 上面呢是塑料件 可是它塑料件中間還故意有一橫 然後這個地方呢 藍色的鋪陳 然後有一點點帶 有點就是跟車色接近的那個 縫線的感覺 然後這裡寫的M4 Competition 我不是一般般的M4 卡榜在這裡有啊 這個叫賽車的座椅 我要坐下去囉 這裡有卡榜喔 我現在給大家看 以免我屁股坐下去 大家看不到喔 我要上車囉 有沒有看到 這裡 然後這兩個 哇 賽車座 好像有扶手一樣有沒有 對 這裡 而且鏤空 都是鏤空 都是鏤空 對 而且是真正整張椅子 卡榜 好 那我就上來囉 對 有 唉唷 哇 做的素食 好像這台車是我的你知道嗎 嗅 嗅喔 沒有啦 很貴 很貴 你看他這個色 我們怎麼說台語 對對對 韓哥台語是比較 跟我不同路線的 他的配色那個 這個有點黃跟螢光綠的感覺 就是跟車色呼應 所以從邊邊到縫線都有 門板上也有 然後再配上藍 再擠皮 再這個是透氣的皮質這樣 沒錯 唉唷 喂啊 我的媽呀讚嘆啊 最主要是兩腳之間呢 還有一塊裝飾的碳纖維 對 碳纖維在這 但是理論上 好像可以拆掉 如果未來 如果要裝4.4安全帶的話 喔 好像是可以拆 但是我還沒研究出來 好 然後呢 安全帶在這 當然就是M Look 大家都知道 M就是長這樣 好 安全帶上來 我先跟大家說一些秘密喔 這台車因為今天才正式上市 但是在賽道上 有一些專業的教練 已經使用過它 這台車有一個很神秘的一件事情 也不是神秘啦 也一個我覺得很大的賣點 對 甩尾的監控 就是在甩尾上面 它可以 告訴你現在車子的狀態是怎麼樣 然後 還可以幫你打分數喔 對 好 我們先來 M按住 Track模式 Track模式 欸 有啊 你來了 按很久 要研究一下 因為畢竟還不是自己的車 Track模式 啟動Track模式 然後就看到這邊儀表變成 所有的控制 包括方向盤 這個避震器 然後 還有動力 還有其實我記得它還有煞車 它連煞車都有兩個模式 M它這件事情 尤其是眾賢的M Competition 它告訴你說 我要做調整啊 我可以選到運動賽道的這個模式 是可以針對我的避震器 希望調成那樣 或者是我的這個煞車需要調成成那樣 它把你分得很細 所以你看你現在是Sport Plus對不對 對 你在開的整體是Sport Plus 或者是只針對避震器做調整 然後統工還有一個很方便 這個M的Logo M1跟M2按鈕 這是最棒的 就是你可以挑選M1兩次 喔 它就是挑Sport Plus 但是M2的話 它就全部Sport Plus 就是最緊繃的 對 但是它煞車的部分還是另外 就是每一個調教 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去選擇 然後在Pay的時候 直接啟動 對 不用再說 我要來按這個 不用再選扭來選扭去 沒錯 沒錯 不精緻啊 我們做事情就是要高度有效率 對不對 發音又改變了 對 我們發音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是賺了很多錢 要來買一台賀成膠的這樣子 還有個性化的設置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是它可以更直覺的更快速的 透過一鍵的方式 就直接讓你徹底的M到底 又或者是我如果要甩尾的話呢 我們有教練去試的甩尾 對 而且它幫你打分數 一顆星到五顆星 那我不是很難嗎 統哥兩顆星 你兩顆星 沒有還沒試 還沒試 在選擇上面它就可以有星星告訴你 那或者是你還沒要甩的時候 它告訴你的車子後面Ready了沒有 就是既然我穿透了 現在你就把我撕下去 阿嬤哥 撕下去 撕下去 對 把我撕下去 就是這樣 但是不會因為它是很競技的車 而讓你少了一些舒適的配備 你看這些Carbon的搭配 氣氛燈 我們開這車有需要氣氛燈嗎 有時候心情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呢 Harmon Carden的印象 沒錯 也給它穿下去 其實內裝部分如果我們注意看 其實現在發覺M3跟M4的車格 室內車格大很多 對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是一部小跑車的感覺 對 甚至於對我來講 它已經有那種M5的氣氛 你知道嗎 小M5的氣氛 我覺得對於 對於喜歡這個實用 有實用性 但又這麼有運動性的這種 熱血車型 我覺得這就是M3跟M4之間的選擇 對 然後這裡都是Carbon 我可以打開 它也有無線充電 然後USB也有 點驗器這邊也有 全部都有 沒錯 這個就是已經是基本的日常了 M選單 我來看一下 找到了啦 飄移分析 對 飄移分析在這邊 我們就直接來分析一下 統哥現在要進行飄移分析 你看 上次飄移 怎麼才四顆星 四顆星喔 上次是哪個教練 不知道 還是這是斬接模式先讓你看 然後你的時間花多久 你的角度 還有你的這個 你看它往旁邊的那個角 飄移角度 它可以看到很清楚 甩了178公尺 然後角度甩了16.2度 然後它可以看你的那個 牽引力的控制 控制狀態 還有飄移階段 看到沒有 轉向不足啦 被打68%的分數 318的飄移里程 所以如果你車子開去給代客停車回來的時候 就檢查一下 怎麼 剛剛給我偷偷去飄移 剛剛給我偷偷移我的車 沒錯沒錯 還有可飄移里程 這什麼概念 我還真的不知道 有可能就是說 你的輪胎跟卡鉗要換 對應該要燒掉 輪胎燒光了 沒錯沒錯 燒到這種程度了 總之這個是很high的 然後這裡就是多角形的這種鋪陳 對六角形 然後這個旋鈕啊 你要開關 這個都是已經豪華 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它還是直接在這邊選用 對不對 不用跳到螢幕裡面 再去按 我覺得這個BMW 一直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都是實際的按鈕 然後這裡還是有置備價 石油面我們還是讓大家知道 後座當然是 你要說不大 我覺得是okok的啦 那這個車子的椅子要移動呢 也是很方便的 它是電動的對不對 對電動的 實際上這個拉環把它拉了往前 然後它就往前 對它會自己往前 我坐一下後座好不好 至少感受一下 記者會今天真的是 我覺得以M來講的話 真的是今年的大Event 所以我真的忍不住要多看一些 回頭看這個椅子啦 我最喜歡Carbon Fiber的外露 沒錯 後座乘客可以享受很好的視野 就是全車Carbon Fiber在你的面前 直接拉它就移回來了 對就拉回來了 空間是不太能夠去預期到多大 但是夠 其實這樣ok啊 頭頂 對 我就緊繃了啦 這車誰講空間嗎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我覺得坐在裡面是舒服的 我覺得包括我的M2一樣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譬如說筒哥為什麼要挑M2 超過譬如說Supra 或718 因為實用性還是很重要啊 對 這個後座其實你帶朋友不會被靠腰 對 董哥現在很重鞋 然後兩個出風口 兩個Type C 然後各自可以做一些調整 都是很方便的 這真的是做得很舒服喔 它的這個軟硬度我覺得很不賴 對 這裡還有一個鼓起的 超漂亮的 非常非常漂亮 好做 但中間還可以 直接 直接拿到後面行李 這台是跑車 所以沒有中央扶手的這個背架 對 太多哩哩哩哩 不適用 主要都前面在開 那接下來M3 M3很重要 因為 BMW M3 從DTM 開始拿冠軍之後 這是幾年前的事 35年前 但是我還沒出生 沒有人跟我說 好啦 環抱年齡 35年前人家拿了DTM的冠軍之後 永遠的M3只要上市 就是車界會巨龍的一個重點 大勢 對 車界的大勢 因為M3有最多的高科技 跟最猛爆的性能 對 那現在那邊當然圍了最多的人 我們來看看那台M3 綠色超漂亮